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佳馨和超莲出席首饰品牌派对 最近一直忙于跟张佳辉和刘青云宣传电影 佳馨就说跟他们宣传很开心 不过佳辉就好像因为普通话不好 有点不开心啊 佳佳辉吗 我想她应该很介意我们在取笑 所以没有她有稍微有进步一点 对 我要鼓励她 圣诞终于能闲下来好好陪女儿了 女儿有没有抱怨说 你都没共理她们啊 近期是比较忙 然后可是还好 因为我觉得开始小朋友 妹妹明年都开始上小学了 全日全日都在学校 那所以她们都好像近期 有在习惯妈妈在工作的情况 也很支持 佳馨表现在社交平台表示 对金鱼搁浅后 为不全是塑胶的新闻感心痛 她说也很注重教导女儿环保意识 有有有有 其实我们偶尔也会去沙滩捡垃圾 那就是我跟孩子都会 其实每年都希望可以完成的一个活动 我们家里之间的活动 那我觉得透过实际的行动去沙滩捡垃圾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亲子的活动 加上又是非常有教育性的 邓子晴早前获选BBC百大女性 潮连有跟好姐妹庆祝了吗 没有 她完全没有回来香港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帮她庆祝 她除了这个 还有支持NASA 跟着她说她很紧张 美女厨神 她说她终于洗脱的污名 很多东西未跟她庆祝 等她回来就会跟她庆祝 应该我们逢圣诞节都会约在一起 就是慶祝的 所以应该等她圣诞回来 那要叫出炉厨神下厨露几手吗 我就有阴影的 我就吃过一个 我想是她做过最难吃的东西 所以呢 我就不敢叫她做东西 或者玩一下游戏 出去吃东西安全一点 提到何超英的新恋情 超连周说最近忙于考试 没听说过啊 恭喜了 恭喜了 我不知道啊 那一定是开心事啦 聖诞这些 如果有男朋友一定会开心点的 你呢 我呢 就有前线就挺好了 有男朋友的话就更开心了 香港报导